如果说到军工大家能够想到的第一家公司是什么 是不是东风公司 那从载人航天到武器装备 再到比如说我们的导弹系统 都能看见东风公司的身影 我相信大多数男孩都有部队或者是军人武器装备的情节 尤其是对军人有情节的男孩一定是从武器装备开始的 其实我是长在一个军人家庭里面 很多的长辈都是当了一辈子兵的军人 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越长大越会觉得对部队或者军人有很大的向往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向往一定是年龄还没到 有点跑题了 在我身边是一台全新的猛士917 如果我说到军车的话 大家应该除了能想到几十年前的解放车之外 应该就是东风的猛士了 对吧那上一代的猛士在国内已经服役了超过20年 该有新的了 这台就是完完全全颠覆了我们对越野车对军车的一个刻板印象 那我们先说一下从外观上吧 这台车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民用车那种感觉 因为它这些折角啊 你以为觉得是在这玩酷玩炫对吧 但是实际上是有作用的 看到很多装甲车军车上面都有这种很渐棱渐角的地方 这些是减少迎弹面的一个特殊的设计 一些导弹的碎片或者是子弹打上去有一定几率 它会弹走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台车其他的部分啊 我们为什么说这台车身上有一堆的装备 我觉得这些东西已经脱离了民用车的范畴了 首先空气悬架150毫米的形成 这个升上去之后完完全全我可以塞下一个脑袋 我们在沙漠试驾的时候已经试过了 轮胎是可以选两种 一个是275宽度的贝尔奈利的蝎子 另外一个是295宽度的长阳一号 我们再往后看 车顶的这些行李架小爬梯都是可以选装的 这个车轮后轮是带有10.6度的转向 它可以同向转也可以反向转 一会儿呢我们去具体的讲解一下 它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这个是目前量产车里面最大的角度的后轮转向 另外呢这辆车别看它有三吨钟 而且它是一个硬拍的越野车 但是你能想象它的加速只有4.2秒吗 非常恐怖 尤其我们在当时试驾的时候 10多台猛士全都是升高车身 然后一路上非常快的速度 非常不真实的加速那种感觉 给路上其他的车那种压迫感 大家想象一下 好我们到车里面 OK车里面依旧是非常男人味的这种硬派设计 最值得说的就是这个挡半 虽然现在我们是一个展车 这个车动不了 但是这个挡半完全全模拟了 这个飞机的叫什么 升什么这个轮 我专业术语不好 里面是机械的 你能看见PRND一直在转 这个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机械结构 我们把当时的沙漠的空镜 拍摄到这个空镜给大家放出来 中间的是一个底声系统 也就是它的整个车身高度的调节 然后整个车里面我们能看到门板 完完全全给设计了一个手枪样式的这样的一个门把手 然后展车应该是没有声音的 我们当时的沙漠里面那些车型关门的时候 是有一个子弹上膛的声音的 另外这些车机包括里面的这些UI 设计的也非常的硬派 这个仪表盘中间就是一个大准星 然后它的夜视系统是能支持你在白天使用的 我们当时在沙漠里面去试驾的时候 因为前面车阳气的沙针非常大 肉眼已经完完全全看不在前面了 但是摄像头能透过沙子看见前面的路和车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另外车里面车机里面 给我们设计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比如说空气悬架的功能 有随速调节还有悬架迎宾 这些是只在豪华车上能看见的 你现在也能看见这样的一个军品级别的民用车 也有这样的功能了 另外一些常用的比如说娱乐 包括附加的看视频 娱乐屏也是都给我们配备了 那我们说一下控制功能 这边是两把差速锁 那这台车我们说一下是四个电机 两个变速箱 三把差速锁 为什么说三把 因为它是一个前后四电机的这么一个系统 它没有实体的传统轴 所以说它想锁就锁 想分开就分开 这个完全是由软件控制的 那说到这儿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软件控制 还有它的后轮转向的意义 那软件的控制 其实是相比于我们传统的燃油车 是要好太多了 而且是跨维度的打击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燃油车 发动机变速箱 也就是动力总成 是不知道你哪个车轮打滑的 也就是说哪个车轮打滑 我管不着 我管不了 是完完全全由另一个部门控制的 也就是传动系统 只有你挂上这些机械锁 把所有的这些锁制功能 挂上之后 关闭了这个ESP 你才解锁了燃油车的最强的越野功能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说交叉轴 它是会四个车轮各50%的动力分配 前后左右都是各50% 但是如果有一个车轮腾空的话 你依旧会有50%的动力 随着这个车轮腾空了 没有用了 但是四电机的电控 这个纯电的车 就是一个另外一种景象 它可以单独的去控制某一个车轮的扭矩 甚至是向某一个车轮发送一个 反向扭矩的指令 控制它到处来实现 控制车身动态的这么一种 状态 它是由财富的Cubix来实现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跑车 包括Eletra 很多很多车都搭载了Cubix 我觉得这个在未来很有可能是取代 不是ESP的一种电控系统 很有前景 有功夫给大家讲一讲 好 其实说了这么多 给大家说一下这台车预定的情况 目前我们看来 大概是纯电和增程两个版本 预定的比例是1比9 也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去选择了那个增程式的版本 另外我们说一下 这台车我觉得增程式的版本才更符合硬派越野车的这么一个方向 因为如果有汽油的话 理论上它是拥有无限续航的 我们再说一下 其实这台车 我们之前都说了嘛 因为它有一个个性化定制的服务 现在看来95%也就是绝大多数的用户 都会去选这个个性化定制的服务 包括上面的架子灯 还有那边的小梯子 内饰的用料 颜色等等一些 你都可以去定制 那大家准备好去定制一台 属于自己独一份的这个猛式小摇期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